Hello 大家好 我是薇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王者龙要克隆战 吕布战敌人杰 我方是敌人杰 对方是吕布 吕布感觉最近好像都不怎么好用 而且敌人杰 敌人杰好像上次也打过敌人杰 也能把对方吕布击杀 然后这次又随机到对方的吕布 我方是有 两个两三个 两个还是选择敌人杰 然后匹配就匹配到敌人杰 因为敌人杰二技能可以定人嘛 打这个吕布还是比较好打 敌人杰又不像那个打几 打几的话 打吕布就不好打了 因为打几走路慢 然后他的普通攻击又 又慢伤害也不大 不像这个敌人杰 敌人杰应该是属于射手类英雄 他普通攻击都也是 伤害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速度也是快 虽然说二技能跟打几一样 都可以定能 但是他这个定能 反正这个感觉是 打这个坑龙杖的话应该是 敌人杰打这个吕布还是比较好打的 刚才又被我定住了一下 被换吕布 他又躲草充没射到我 没砍到我 而且你看我有点卡 现在WiFi听到就一个 这个敌人杰好像 迪琴也是我应该是抽奖 还是抽到的 以前也没买 好像没怎么买 没怎么想买这个敌人杰 后面是抽奖 然后也不是经常玩 大家也可以看那个图标 应该只是绿色的标志 现在我方已经2比0领先了 看看 这方的吕布被我们这么吊打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 距离远 我们打他两下 他还没打到我们一下 虽然他血比我们厚一点 防御力比我们高一点 但是我们 攻击的距离比他远一点 然后打他次数比他多一点 我们比他灵活一点 以前没有很多英雄的话 感觉是刚出吕布的人 应该是用吕布打团 打克隆杖 还是蛮好打的嘛 就是 挺霸气的 感觉最近好像 感觉越来越多 感觉用吕布打起来 越来越不好打 到现在我发现是5比0领先 然后我一个没杀 一车没死 一次 鼓住也没有 感觉这个应该又要快挂了 可惜我没赶得到 如果再赶得极快一点的话 那个吕布应该是要 基本上是挂的 我们拆塔也比较快 我们三个速度 收收收的 就是狂射 对方对方现在是被我们打一下就跑 打一下就跑 然后现在赶紧撤 对方有两三个 两个礼物 又有一个躲在草丛 引诱一个过来 他又不追我了 他刚才如果两个去追另外一个的话 可能有点危险 刚才引诱了一个 他追我的 就像又不追 又落回去 他就像跑到中间去 那个吕布也挺搞笑的 那时候开了中路 中路先守住 我一个人被单挑一个吕布 也是没问题的 我们可以边打边刺 躲过他的一技能的伤害之后 再一直射他 现在已经开局打了7比0了 一边倒 局势一边倒 再定他 又定住他 快死了快死了 一个大招给他躲过了 如果他不放大招 肯定是要挂的 靠走路的话 现在对面 吕布都准备靠大招逃跑了 打成这种 这种程度 有损吕布的英明 吕布乃是战神 被敌人杰欺负的 这么惨 而且我现在信号 还是有点卡 困制的还是有点卡 就是一格 走路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卡卡的 还有定塔 又死了 这个应该要挂了 可以终于补助到一次 现在不是我击杀的 击杀完一个就直接拆塔 对方上路2塔 肯定要被我们拆掉的 成功拆掉了塔 来了一个 来了一个定他 他来了一个 也不是我们两个对手 但是现在来了两个 所以说先远离 三个 三个靠近我们 下路来一个 先定一个 射他两下 快跑 开启加速 追我 来追我 两个 两个 两个就不敢跟他玩 没多少血了 追不到我 追不到我 又来两个 三个礼物 好危险好危险 要死了 刚才有点烂了 那就是刚才应该早点跑 困压在那等待 看着三个礼物 礼物也是很可怜 为我们这几个 小小的敌人杰欺负成这样 敌人杰也应该感觉是 这怎么起来的 运行 在射手 射手里面 应该 不算 不算 不算很多人喜欢运的 要是他的大招 也有能 互带一些限运功能的话 那肯定是 有很多 有很多人喜欢运 其他一个小野怪 来我们三个 三打一 然后现在三打二 先射死了一个 来 给他跑了 我们继续打小龙 打完小龙 上路上路兵 兵线 要清理一下 两个炮兵不清掉的话 我换上路塔还是很危险 好 继续打一下弓箭手 把他射死 继续打一下弓箭手 把他射死 反正没人来干扰我 如果能把上路的高地塔推掉 那更好 对方的铝布好像都已经在中路了 我们三个敌人杰克他们周旋 我又挂了一个 三个应该要坚持住 坚持我把对方的高地塔推了 这个地方好像铝布已经撤了 我都已经攻到那个高地塔门口了 对方还没有一个铝布出现 哎 赶紧拆 拆了这个塔就好打 哎 来了来了一个铝布 这个 淡雪也敢来打我 哎 又来一个 又来一个就不跟你们打了 加速 开加速 赶紧跑 定一下 哎呦 又来大招 赶紧定他 现在我们就又是三个打一个 现在我一个没几次爱 打得这么久 但是高地塔 刚才还是差点拆掉 加了七血之用 打这个野加速好慢 哎 后续装备还没跟上 后续装备没跟上 所以说伤害还是比较低 抢人头的概率还是比较好 比较难 哎就是比较弱吧 打到现在打这么久 一个人头没想到 那现在对方的塔被我们清了 推的差不多了 我放了一塔 卫斯啊 铝布拆塔还是比较慢的 他们要靠一 团体在一起拆好打 当兵作战对我们不好打 来来来来 两个鲤布 先揍一个鲤布 揍了一半就去了一半血 只能躲塔下 换大招 换大招 因为很容易被我们逃弱 我准备单挑小龙 我应该是可以单挑小龙 只要铝布布来干扰我 我应该是可以击杀的 因为我现在打半天 呃小龙已经去到一半血 我才去一颗血 也吸血就在等了 边打边吸血 等待一下 就快击杀小龙 击杀完了 然后就爆军 爆军 击杀完爆军 再来击合 那我换上路的B线 最好保证一塔布斯 把对方给击杀 这样子才比较完美 底峰已经领先了快9分 9分 那又来一个铝布快跑快跑 加速 开了个加速 连续堵 躲过对方两个大招 你看又可以击杀了一个 那现在有二打一 二打一 好成功 又变成 刚才又变成一个三个 我们很容易形成一个三角 三角很容易把对方 那地方直接认输了 卡还没推完 这次好像打克隆战 现在铝布好像变得很弱 好吧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欣赏 欢迎大家继续 广州伟克的视频 欢迎点击订阅 或者点个赞 我们看看底峰 看看视频 我才杀一个人 好吧 这期超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欣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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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